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钱突然少了 吓得他赶紧去银行拉账单 账单显示 从8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 银行卡里的钱陆陆续续打给了两家公司 单子上是两家公司我查过的 一个是深圳的 一个是上海的 深圳那家公司是总共花掉六万零八百多块钱 上海那家公司是我一直玩的是一万九千多块钱 就正好跟你那个金刚的 跟我正好对上来 回家后 夏女士的儿子说 钱都花在了王者荣耀游戏和快手直播里 夏女士说 儿子喜欢玩手机他是知道的 但玩手机能花这么多钱 他怎么也想不到 那这些先扩掉的时候有短信提示吗 这些没有 这些没有 这些有的话我早就发现了 这奇怪 妈妈的那个提示的短信是不是你删掉的 为什么要删这个短信呢 爸被发现 打开夏女士手机里的王者荣耀游戏 里面有不少精美的人物皮肤 再打开快手直播 账号关注最多的也是有关王者荣耀的内容 孩子说 想要主播带自己玩游戏 得先送一个叫穿云剑的礼物 价值2888块币 折合人民币288块钱 爸爸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打过你们 打过 打了 记住了吗 记住 以后还冲吗 我冲啊 现在夏女士想找两家公司要回儿子充值的钱 记得帮忙联系了两家公司 腾讯公关部的工作人员说 客服经过核实之后 发现该账号实名年龄是35岁 目前在引导家长提供申诉材料 后续会继续跟进 快手方面则表示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